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挖了这个手 我什么手都创 我怎么能不能放这枣脏 我怎么能放这枣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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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是吧 我怎么不懂 这个难枣脏 从来人家也是有讲究 有学位的 什么讲究 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 睡觉以后吧 人提的这个池汤 给地球的池汤是相间喝的 就是说你难枣想睡的时候 是相间喝 这还能有准于这个睡眠 还有就是对这个睡眠的学业有同度 有好处 知道吧 哦 你知道吗 我说的 哪里是哪个的 我给你拿 哪里都是东西的隔 哪里都是东西的隔 哪里都是东西的隔的 不同的家庭可能都是东西的隔的 我觉得一般都是东西的隔 南美的隔的少 对 它也是根据地球的这个转向来说的 有科学研究的说是 哦 这个窗摆放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 给你捡一捡一捡 你知道吧 你想在家庭中摆放窗的时候 不 窗头就是这样 也不能整堆子卖 对面也不好 窗不能整堆子卖 嗯 窗不能对面 对面怎么不好了 你想想 卖它是个扣 扣它不吃的 哦 所以说这个窗头也不能对着卖 怨不到的啊 嗯 还有不就是 你知道咱改房子 有这个果料嘛 也不能带量底下放难的窗 带量底下放窗也有所处 带量底下也不好 对对 怎么回事 带量底下放窗嘛 说是这个量 它是压热 就是往下压 抬肿量的地方有 你要带这个量底下水饺 就说你这个人一直都在 成熟的这个肿力 就是说你这个人以后 在这个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 哦 那是这家床路对这个人还不好了 就是不好哟 那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这才知道呢 你可是得注意啊 年轻的人才得注意啊 是吧 你这个量整个的压子 你这个压力不大嘛 要不听你说 我都不知道 我得回家干了这么多窗 还有像那人才见回来 年轻的就是让那小媳妇们 是不是床边上有时候都好搁镜子 这个镜子也不能对着窗 镜子也不能对着窗 镜子也不能对着窗 这个镜子里边有营养 就容易造成热的这个 就是精神循环 容易害怕 害怕 要不就说呢 千万得注意 以后放窗了之后 这个窗边上 可不能搁镜子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我得干你回家 撕倒撕倒雨 就是啊 咱不说别的了 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又不是风险密线 你给这个白窗呢 任何地球的磁场 它是想结合 它能够促进那个小小六童 它也是根据这个地球的这个 转的这个方向 还是难违向好 难违向比较好 就是说是 对于在认识体来说 行行行行行行 我马上走了 行行行行你走吧 我在这里 不走 就来吧